滑浪風帆是首項香港奪得奧運金牌的運動項目 2024年巴黎奧運滑浪風帆的比賽版種 將會由之前的RSX 美棋版 改成IQ Foil 水翼版 今集運動家將會介紹滑浪風帆這項運動 同時帶大家認識一下全新的比賽版種 這個運動主要靠風力去推動板去走 想令滑浪風帆去得快一點 主要是那張帆 當你修法角度多點 修到自己身上 就可以多點風走得快一點 你覺得不需要拿這麼多速度 就可以把帆打開 令到板的速度會慢一點 我們叫遙帆 把帆拉在自己身上 就可以多點風 這個動作做得越多 令到板可以快一點去滑行 在我們一般的訓練 我們會訓練它怎樣去看風 怎樣去捉到一些叫陣風 通常比賽你捉到一層陣風 可能你就是贏的關鍵 我們看那個陣風 就是看海面的顏色 海面有一塊是深色的 那個就是陣風 有一種是整個陣風 裡面的某部分 我們主要是兩類 有一種就是在板尾下 有尾翅 尾翅 尾翅的我們叫身高 走得很快的時候 這隻板子貼著水走 另外一種是一種水翼 那個我們叫foyle 當你走得快的時候 它會讓 ce 板上升起 在水面上 只是水液在水下 水液是尾期的進化 它的好處是當風不太大時 它都可以令到板離開水 增加速度 我想快一倍以上的速度 在操控上 Floil 基本都是技巧 不過當它升起時 當它的速度很快 它是容易失控的 所以你要學習如何在失控的情況下 要控制Floil 沒那麼危險 所以現在我們練習要戴頭嬌 還有要穿著牙 基本的裝備 我叫張紫月 今年13歲 在培訓隊玩了四年滑落風帆 我父母都是前港隊成員 剛剛初班推介入培訓隊的時候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運動 當時是要爸爸媽媽逼我才去 後來我覺得這個運動也挺好玩 你要用你的腦去想你如何銷售 如何去抓到那陣風 以及如何用一些賽例去阻止其他對手快 然後慢慢就開始要求要來 我之前也有玩過Floil 我現在覺得Floil是好玩一點的 因為Floil會比較刺激一點 以及速度會快一點 最重要是毅力 如果你沒有毅力 你就不會堅持下去繼續玩這個運動 如果你在香港想學滑落風帆 政府康民署有五個水上活動中心 都是給一些未曾接觸過滑落風帆的人士學習的 你要懂得游泳 游50米 只有一個要求 我以前都是一個運動員 這個運動最主要吸引我 第一件事是速度 速度是很吸引人去玩的一個因素 第二就是認識到朋友 可以一起玩 你從中可以一起去進步 如何去培育一個運動員 獲得另外一次奧運的獎牌 我想他首先要喜歡這個運動 在香港比賽獲得經驗 多些出去外國比賽 他自己的技術會高很多